洪荒五不周天地边缘,一道金光漫悠悠地划过,飞往了金熬岛方向,必游宫在何处? 李长寿自不知晓,但跟着三位结交大弟子,怎么也不能迷了路。 一路上,白泽与赵公明多宝道人聊的兴起,大多是在探讨窦大神的记忆。 这位白先生似乎全然忘了,还有一个洪荒暗组需要他去领导。 看了眼身旁的云霄仙子,他此时正盘坐在半丈外,鲜薄的裙摆散落深周,捧着一卷书册,低头品毒。 借此遮掩下刚才的小酒破。 代飞到金凹岛附近,多宝道人起身在金棚背上走了两步,到了李长寿身前,袖袍挥舞间甩出一道七彩霞光,于天地间揭开了一扇门户。 云宫飘渺金霞站,仙人重重金挥开。 金棚展翅飞入这门户中,周遭乾坤轻轻震荡,又是进入了一方圣人开辟出的小世界,与女娲娘娘的圣母宫颇为相近。 只不过,此地流转的道运满是风锐,争争有声,又蕴寒不屈,向上之意颇为耀眼。 云霄仙子收起手中书卷,吟吟起身,对李长寿揉声叮嘱,稍后见了我家师尊,莫要太拘礼,不然师尊会不喜。 行,李长寿点头答应了下来,心底却是一笑。 他难不成,还要跟通天教主称兄道弟,这边一句丈人,那边一声女婿,那未免太荡漾了点。 最基本的晚辈之礼,还是要尊低,最起码的圣人之敬,也是要有低。 金棚飞过重重云上楼阁,也惊动了先一步回返此地的各位结教仙人。 道道流光朝碧游公主殿而去,在殿前占了二三十道身形。 李长寿左掌托举太极图,那朵红莲就在太极图中慢慢溢出,化作巴掌大小,在缓缓旋转。 此前有个细节,当赤金,子等二十余位两教高手冲入修罗古城的废墟大殿时, 李长寿立刻将自己的指道人自焚,并未参与后面的事。 为何如此? 只因有个较为棘手的问题。 当时明和老祖残魂与十二品红莲已在控制之内, 是继续让红莲吸纳血海业障之力, 令这株十二品红莲达到真正的圆满, 恢复到巅峰,还是立刻封禁,不留后患。 这个问题涉及到产劫之争, 李长寿确实没办法处置,只能选择作弊上官。 他当时所作已经够多,无论对产教还是对结教, 没有任何亏欠与偏移, 做了一个道门弟子,原教弟子该做的。 最后,两教仙人一同出手,将十二品红莲封住, 斩断了他与血海的关联, 终究是让他比起上古时的十二品红莲,少了些许威能。 李长寿对此只能故作不知,将红莲亲手献给通天教主后, 就设了扶身去。 抵达碧游宫前,几位圣母带着重劫教仙向前见礼致谢, 李长寿带着白泽连连还礼, 特意赶来,此地等候的穷霄、碧霄, 正双目放光地看着李长寿。 这准姐夫,有面儿。 多宝道人大笑两声, 师尊! 长庚送红莲来了, 殿内也传来一声轻笑, 通天教主的身影自云雾中渐渐凝成。 李长寿对着殿前的重劫教仙做了个道一, 目光撇到了角落中, 某位双耳长长,面容慈祥的中年道人。 这位,便是那结教最大二五载, 长耳定光鲜。 姐夫! 穷霄突然喊道, 都来毕游宫了。 你就将这老准模样换了吧。 云霄文言看去, 穷霄赶紧闭嘴, 缩脖子,脚下挪布, 躲去赵公明身后, 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赵公明淡定地扶须一笑, 朝着侧旁横跨一步, 把穷霄露了出来。 这是, 他结教外门大弟子, 一搏云天赵公明。 管不了。 云霄正在出声训斥, 李长寿却抢先开口, 笑道, 此身老少不过皮囊二字, 仙子想看, 有何不可。 当下, 李长寿右手甩动浮沉, 满头白发渐渐染黑, 面容画作与本身容貌有七分相近的模样, 身形也挺拔了三分, 双目之中藏了几颗星辰。 李长寿再站在云霄仙子身旁, 当真能让人说一句相配, 赞一声登对。 精灵圣母轻笑了声, 催促道, 快进去吧, 莫要让师尊久等。 李长寿顺势进了大殿, 双手捧起红莲, 在赵公明与云霄的陪伴下, 拜见结教教主, 通天。 白泽并未入内, 与金翅大鹏鸟在外等候。 殿内, 通天教主正在高台宝座上端正地坐着, 毕竟这是李长寿第一次登门, 也要有点威严感。 玩归玩, 闹归闹, 圣人威仪不玩笑。 弟子长庚, 拜见通天师叔。 通天教主原本绷着的面容顿时破功, 一阵仰头大笑, 抬手想做个扶须的动作, 又发现自己没生胡子, 顺势离了李长袍的衣领。 这位看起来与李长寿应当是同龄的青年道者, 立刻站起身来, 朗声道。 长庚诗直, 这次拟于轮回塔中, 为道门促成不战之约。 又在那雪海中, 一粒阻拦鸣和附生, 更是醉先解了甚气之难, 为道门挽回了颜面。 而今又将这红莲送到我这庇游宫中, 为我结教镇压教运记。 长庚诗直, 可有什么想要的赏赐? 本师叔对你, 定不会吝啬。 言说中, 通天教主特意看了眼云霄仙子, 见云霄面容如常, 笑意顿时更浓郁了些。 李长寿也不抬头, 只是笑道, 弟子不过侍奉老师之命行事, 不敢求师叔赏赐。 师叔, 弟子来此之前, 先去了太清关中拜老师, 又去了玉须宫后的小院中, 拜见了二师叔, 问询红莲之事。 二师叔特意叮嘱, 让弟子将红莲送来庇游宫中, 为结教镇压教育所用。 哦? 通天教主温圣道, 二师兄当真如此言说, 圣人老爷面前, 弟子绝不敢有半分虚假之言。 李长寿正色道, 而今大劫降临, 紫霄宫商议大劫之事, 就在敬前。 老师不愿看到门为外门所称, 数次叮嘱弟子。 二师叔此前训诫弟子时, 也言说了此事。 不知师叔您是何意? 哈哈。 长庚可是想要本师叔表个态。 通天教主笑了几声, 背负双手, 迈着悠闲的步子, 拾急而下, 笑道。 以后, 这种事直说就是了。 你再多拐几个弯, 本师叔可就听不懂了。 道门三教主中, 我排行最小, 自是跟着两位师兄同进同退。 我与二师兄不合归不合, 那是关起门来打闹吵骂。 若有人要来砸门, 自是要先把门外之人打一顿。 如此, 弟子就可安心, 回复老师了。 李长寿将红莲轻轻前推, 太极图收敛阴阳气息, 回归李长寿掌心。 通天教主右手一招, 红莲之上的静止一层层解开, 周遭飘出点点光辉。 突然间, 红莲爆发出浓郁的血光, 一道虚影出现在通天教主面前, 皱眉凝视着通天教主。 正是明和老祖。 此时, 明和老祖定声道, 通天道友, 荡真不念同为远古生灵之情, 要行此巧取豪夺之事。 门心自问, 你我可有因果未断。 通天教主眉头轻皱, 目中略微有些犹豫。 正此时, 云霄仙子一步迈前, 掌中混圆金斗照出两道金光, 打在那明和老祖的残魂被捕。 这残魂瞬间被封, 明和老祖的虚影化作三寸长断, 飘在红莲正中。 云霄仙子轻声道, 师尊, 大劫当前。 侧旁, 精灵圣母拔出一把白玉作旧的宝剑, 就要向前砍了这红莲上的虚影。 李长寿立刻出声提醒, 此事还是师叔出手比较妥当, 这红莲与明和老祖残魂已融为一体。 通天教主沉吟几声, 抱起胳膊。 这明和说得不错, 我与他并未有因果。 这般直接灭他残魂, 夺他宝物, 未免有点不太妥当。 若是旁人在李长寿此时的位置, 或许会拿出, 明和老祖是大恶人, 明和老祖乃天道, 不容之存在, 这般道理。 但李长寿自不会如此。 结教的教义, 就是为生灵截取一线生机。 为何要去截取一线生机? 可以理解为, 天道在束缚、 控制、 定生灵的宿命, 结教这教义本身, 就充满了与天斗的色彩。 几位圣人中, 通天教主, 应当是对天道最不在意的一位。 李长寿心底犯起几个思路, 在其中找了个最应景的, 也是最稳妥的, 笑道。 师叔, 弟子斗胆提醒您一句, 明和老祖, 这是了解师叔刚正的性子, 为了求生, 故意这般言说, 他说没有因果, 便没有因果。 弟子在斗胆, 敢问师叔您手中, 可有一颗红莲莲子。 不错, 有颗骑士在我这儿。 通天教主左手微微摇晃, 掌心多了一颗干瘪的莲子, 笑道。 许久之前的是了, 本师叔在混沌海中搜寻混沌中时, 遇到了个远古时的仇家, 随手打杀了, 在他那得来。 咦? 这莲子怎么扁了? 结教众仙人, 额头齐齐挂满黑线。 感情您老之前, 根本就没关注这事。 洪荒名画, 我想换的圣人师尊, 大放送。 李长寿心底再无疑虑, 诸多阴谋论, 不攻自破。 他继续道, 据弟子所知, 这红莲莲子总共三颗, 一颗在西方教二教主手中, 此前在天庭展露, 一颗在您手中, 另一颗已被人种在血海, 化作了这朵红莲。 根据此前弟子观察, 有四个混迹于混沌海中的凶恶之徒, 在旁协驻明河老祖。 诗书, 可否让天庭金鹏, 元帅入内? 通天教主答应一声, 善。 精痴大鹏鸟, 得了李长寿传声, 化作人形, 凭空抓出一把漆黑的长枪, 双手捧着, 这杆长枪入内, 对通天教主做了个道一。 李长寿道, 金鹏, 你且将那日你截杀的那名妖魔的跟脚到来。 是, 金痴大鹏鸟定声道, 那妖魔宾死之际, 曾求弟子饶他性命, 自称是远古魔将之子, 归邻圣母翠声道。 师尊, 弟子当时也在旁相助, 那妖魔求饶时, 确实是这般喊的。 当日相助明河老祖的, 还有两头凶兽, 其中一头四是上谷, 现身过的滔天, 一口就将弟子打出去的神通吞了呢。 只可惜, 最后被他们趁乱逃了。 说到此处, 归邻圣母还略有些失落。 李长寿在旁街道, 又是魔将之子, 又是凶兽滔天, 又刚好是在大劫降临时复生。 这足可断定, 此事是明河老祖上古时就安排下的。 这次大劫, 针对的是咱们道门, 这明河老祖选这个时候生乱, 岂不正是算计了道门? 更何况, 正是因他道师逆行, 不愿消逝, 强行以红莲复生, 导致产劫两教差些为此大打出手。 此非因果。 依照弟子看, 这因果结大了。 通天教主的笑声颇为爽朗, 赞叹道, 当真有你的长羹, 这都能绕过来。 罢了罢了, 教运最重, 本教主这重弟子的性命最重, 违背些心意也就违背了。 清平剑来, 就听一声清悦的剑鸣, 乾坤破开一道裂缝, 一把连翘宝剑落在通天教主掌心。 这位洪荒最强青年道者拔剑出鞘, 面对着洪莲凝神俱欲。 李长寿与结教众弟子平住呼吸, 仔细看着, 眼都不想眨。 呼见剑光一闪, 划过洪莲正上, 其内蕴含的天地治理, 让李长寿道心不断轻震。 剑鸣声中, 清平剑已消失于通天教主手中。 那朵洪莲毫无动静, 其上明和老祖的残魂, 却在迅速衰弱, 如风中残竹随时会熄灭, 但最终并未熄灭。 多宝道人皱眉道, 师尊斩不断明和老祖, 残魂与洪莲之间的关联吗? 通天教主探道, 为师初见的一瞬已知, 若斩灭残魂, 洪莲必会崩解。 周围重劫教仙, 顿时颇为失望。 前后忙活了半个多月, 没想到是这般结果, 但随之通天教主笑道, 都莫要哭丧着脸, 命里当有, 命里当无, 这朵莲花本就是长庚谋来的。 没这朵莲花, 咱们结教就要倒了不成? 这般, 多保你带众师弟师妹在此, 好好琢磨下, 有没有破解之法。 长庚啊, 随本师叔走走。 李长寿虽有些不解, 但立刻低头做了个道医, 弟子遵命。 师尊, 云霄柔声问, 弟子可否一同跟着? 不可, 通天教主摆摆手, 我们要进行一场男子之间的对话。 你是女子不方便听。 云霄鸣嘴欠声, 应一声, 是, 感受到云霄仙子目中的担忧, 李长寿莫名也开始紧张了起来。 于是, 片刻后, 李长寿其实想过, 自己来毕游宫时, 通天教主有可能跟自己喝茶。 胆子大一点, 也就设想下, 跟通天教主一起推杯换盏, 聊天吹牛。 但这, 这, 华。 毕游宫所在小世界的西北角落, 一座仙气阴晕的仙山顶部, 有一口三丈见方的温泉宝池。 通天教主坐在池中, 瞧了眼站在池边不敢下来的李长寿, 催促道, 怎么, 本师疏妖你泡的枣, 你还不赏脸了? 李长寿一阵头大, 做了个倒衣, 脱下长袍长靴, 穿着长裤短衫, 将衣服叠成豆腐块, 摆在侧旁, 在距离通天教主最远的角落, 磨磨蹭蹭地走入池中。 通天教主皱眉道, 你泡澡喜欢穿着衣服? 李长寿莫名有些脸红, 伴着徒老大, 塔爷和齿哥那越发猖狂的大笑声, 只得将衣服扒了。 不错, 不错, 通天教主眯眼笑着, 抱起胳膊, 淡然道, 以后好好带我云霄徒儿, 你们的事我就不多过问了, 免得云霄再来说教。 哎, 是, 一定。 李长寿答应几声, 学通天教主那般, 招来些许白雾包裹自身。 通天教主问, 你二师叔都对你说什么了? 这个, 他是不是说, 我结教弟子太多太杂, 还颇为贤气? 李长寿道, 差不多。 通天教主叹了口气, 凭空凝成一只毛巾, 沾尸后搭在额头。 这位教主大人身体厚仰, 手肘撑在池边, 让自己躺得更舒服些, 闭目难难道。 说了这么多年还没说够, 当年若不是他念咒念得紧, 我至于跟他志气, 到处去传道。 李长寿顺势问出了, 不解许久的困惑。 师叔您没有合适 镇压气韵的宝物, 大姐也算天道运转的定数, 为何当年会? 那不是在气头上吗? 后来发现, 传道传得太多, 也是有些自暴自弃, 想着靠人多, 大姐降临, 就硬扛过去。 李长寿, 通天教主叹道, 大姐一来, 我这些弟子, 怕事都要卷入其中, 哪怕我命他们在山中修行, 劫运也会驱使他们外出应劫。 他们一声声喊我师尊, 不少都是我看着他们, 一步步修行至今, 让他们这般应劫, 着实不忍。 长哥, 你可有处置那朵红莲之法, 便是只能护住几个, 也算不错。 李长寿沉吟一阵, 虽听闻通天教主之言, 心底满是感触, 但最终决定, 还是稳几手。 弟子其实有一法, 但只有三成, 不, 一成把握。 但来说, 并非教认的声道。 感谢观看